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水的問題確實是我們的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這個島嶼國家最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每次向大雨一下就不見了 那怎麼把水存下來 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剛剛的報告裡面也談到了好多個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通路的事情 那從2017年開始 我們就把我們很多的國家的資源 投入在水的資源開發和保存面下上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叫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因為它也是屬於基礎建設的一部分 所以剛才我也聽各位談到了 很多的開發新的水源的方式 還有怎麼樣把水存下來 它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除了在地面上可以看到的水 其實在地面下還有存很多的水 尤其是在我們南部地方 有一種叫做浮流水 可能是地下就是一個水庫 它就是水後存在的 所以我們必須把開發的浮流水 因為這個水降下來以後 它會到哪裡去 它可以到地底下 都變成浮流水 它到水庫裡面 都變成水庫裡面的水 那有一些它會含在我們的土地裡面 所以你要各式各樣的這些水 我們把它集結起來 讓下面就是變成最有效的調度 所以我們現在除了浮流水的開發 還有我們剛才來自中部的土學有講到 在中部我們開了很多的井 也就是說 這個井就是在地底下的水 我們把它拿上來用 那也有再生水 還有海水淡化等等 那這些都開發完整之後 我們下面一個問題就是 你要愛惜使用的每一滴水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舉這個存水 我們回到儲存水這個問題 當然也提到我們那個水庫的 理工水庫確實老化 因為預計得太嚴重 所以我們進行了很大的工程 把這個去物 以前就是用那個外手這樣挖 然後用卡車把它載走 我們現在進行了大型的工程之後 它用水就可以把它沖刷走 所以它兩個小時的沖刷 大致就是等到小大雨的時候 我們大量的沖刷以後 那它兩個小時是等於 一萬五千輛還二千萬卡車的量 所以就是新的科技的發生 會讓我們在滯水上面 會有很多的選項 那以前我們可能 北部不缺水 中部缺水 南部缺水 那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就落很多的水 引到可以把 像我們去年完成的 就是把桃園的水引到新竹 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雙北的水 能夠引到桃園 那同樣的道理 在水庫之間 尤其是在南部的水庫之間 我們讓它有互相的可以流通 那可以相互的調配的這個環境 總而言之 我們要活化這個水的使用 讓水可以有一個很有彈性的調配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